堆积如山的处勤粪便 有人开车来抢着药 用着看似不值钱的牛粪 一年怎么就赚到百万财富 还能带动起一条重量结合产业链 科技院马上为您讲述 欢迎来到由政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让我们共同感受农业科技的魅力 动物的粪便一直是让养殖户们头疼的事 可是黑龙江省的王伟 却从中找到了赚钱的门道 靠着没人要的粪便 盘活起一条循环产业链 一年增加产值250万元 那这粪便是怎么帮它赚钱的呢 黑龙江省八五零农场 一座夜站的郑鸿喜 养了300头奶牛 养牛人最高兴的事 就是奶牛倒点能产奶 定时能产杂 一年靠着奶牛 它能挣上个七八十万元的 生了牛犊产了奶 挺高兴的事 可是郑鸿喜的烦恼也随之而来 就是这牛粪 奶牛厂规模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上粪屋处理设备吧 上百万元是真上不起啊 不上吧 环保这一关又过不了 就必须关停 到了村季和夏季 这个牛的粪便如果处理不及时 草原乱红红满天飞 愁死了 牛粪也没人要 也没法处理 牛有草包肚子 像这样的奶牛 一头一天就能吃进六十多斤草料 三百头牛一天连尿带粪的就得产生近十吨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那就是三千六百多吨 整整六十节火车皮 这要是堆在一起得是多大的粪山呢 郑洪喜以前也想过 把这些牛粪送给周边农户们用 结果却适得其反 要是直接使用牛郎粪便的话 它含的尿酸过多 如果把畜秦粪便直接放到农田里 对于作物是有危害的 畜秦粪便直接埋进土壤里 首先是尿酸会危害作物 然后二次发酵时 还释放出有害的氨气 当尿酸和氨气过多 就会导致作物的根系腐烂 这样的话 根系就吸出到营养 叶子就会黄化 这该怎么办呢 想办法堆肥做肥料吧 想想这个量 那得花多大功夫 多少人力无力来做这项工作呢 郑洪喜觉得自己做不到 她陷入了困境 死局 前进不得 后退不了 怎么办呢 正在郑洪喜挠头的时候 邻居王伟出现了 他要把郑洪喜的牛粪 全给拉走 那么王伟把这些牛粪弄来 是要干啥呢 王伟和他的合作伙伴 就在离奶牛小区 不远处的地方 散养了三千来只鸡 这鸡活性强 平时吃饱了 没事就耗痘的 不仅自己斗 就是遇到了蛇 他们也不怕 也敢上去斗一斗 这鸡活性强 敢把蛇都给啄死了 这群鸡是有本钱的 您看 个个身强体壮 羽毛油亮 眼神明亮 鸡的体型好 身体棒 是因为 他们平常吃的东西 很不一般 你看 你看 平日里 这在树下 找虫子吃的鸡 里面有一样东西 是他们最感兴趣的 就是 蚯蚓 鸡吃蚯蚓 本就是天性 蚯蚓 蚓可是高蛋白 它体内约含 70%的蛋白质 可对鸡的胃口了 鸡是既吃了 美味 还有营养 可不就溜光水滑 活力十足了 吃蚯蚓 不但鸡长得好了 还能够省饲料 之前平均为一只铲蛋鸡 每天要80到120克粮食 现在有了蚯蚓 每只鸡每天 只要100克左右的口粮就够了 这可就节省了 六分之一的饲料了 对于三千只的鸡厂来说 一天就能节省 近300元的饲料钱 这一年下来 就能省下10万元 那这蚯蚓 不得花钱买吗 嘿 还真不花钱 这蚯蚓就是王伟 从正红洗养殖场拉来的牛粪 转化来的 我们把牛粪收集起来 就是来喂蚯蚓的 用蚯蚓喂鸡 不但管购 还有富裕呢 这蚯蚓的繁殖速度啊 那是相当的快 一般来说 蚯蚓在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 能够交配繁殖七八次 一次就能产生 七八十条蚯蚓 也就是说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 一条蚯蚓 就能有五百多个后代呢 更为神奇的是 蚯蚓是雌雄同体的 生起来就更厉害了 每条蚯蚓 它既是雄的 也是雌的 跟大多数动物或昆虫 只有雌的会生 不一样 每条蚯蚓在排精的同时 也受孕 所以每条蚯蚓 都会生孩子 这就让种群 繁衍得更多了 有了旺盛的生育本领 再加上牛粪管够 那就可劲儿生吧 别说是三千只鸡了 再来三千只 也管够吃 通过越来越深入的了解 王伟越来越佩服蚯蚓的本食了 蚯蚓可真是个杂食王 不但不挑食 食量还特别大 像什么烂木头烂街杆 处勤粪便 生活垃圾 那都不在话下 可真的算得上 是处理环境污染的小卫士 看着蚯蚓 就那么一点点 可实际上 肚子特别能装 像大平二号蚯蚓 成年体重约是0.5克 在正常情况下 它们一天能吃自身体重 一倍的食物 晚上吃 早晨排 十吨牛粪 在王伟的养殖基地 平均只需要十天左右的时间 就可以转化出 三吨蚯蚓粪 蚯蚓粪也成了王伟他们 赚钱的好东西 孙羽龙的果园 用的就是蚯蚓粪 他的桃园里 就有一样很奇特的东西 不仅有桃 我这里边里还有一些神奇的东西 还有神奇的东西 对 这不就一个桃园吗 你可以往地下看一看 往地下看一看 对对 我看着东西了 看着好东西了吧 你看见没有 蘑菇 对 这蘑菇我们当地人的土化 就叫雷窝子 雷窝子 对 从小时候吃出这样 这可是让记者眼前一亮 桃树底下 自己长出蘑菇来了 这也太神奇了 蘑菇是一种大型真菌 完全依靠培养料中的 营养物质来生长发育 东北地区盛产蘑菇 在森林落叶地带最为丰富 可这桃园里 怎么能长出蘑菇来呢 就是因为蚯蚓粪中 有大量的微生物存在 另外用脚去踩它 也挺疏松 土壤不扳结 在一定的水分 温度的条件下 这些微生物就萌发 形成了紫尸体 就是我们看到的蘑菇 能够自然地在桃园里 长出蘑菇 我们的记者也是从业这么多年 头一次见到 确实很稀罕 能够长出蘑菇的土壤 当然是营养丰富 结构合理的土壤 所以在这种土壤中 长出的桃子 味道也很特别 把花插它 你就咬吃 对 这是黄杨上的桃 黑杨上的桃不容易 还要真甜这桃 好好尝一尝 这北大黄杨的桃 多带劲呢 特别香这桃 对 桃味特别浓郁 蚯蚓粪能够很好地改良土壤 增强土壤肥力 这是孙宇龙最大的收益 要知道咱农户靠的 不就是这好土地吗 因为蚯蚓粪很疏松 营养足 所以孙宇龙基本上就不用 深藩和松土 这样也就节省了不少的 化肥农药和人工 综合下来 孙宇龙种植成本 每年比原来至少节约 10%的开销 可是牛粪的 只是到蚯蚓肚子里过了一遍 为什么就能够变成 优质的肥料呢 我们养的是大瓶二号 它是带那个红色 而且上面还有很多缓 蚯蚓是环节动物 有很多精患 蚯蚓的肠道很特殊 里面有很多的微生物菌群 蚯蚓大约有100个环状体节 这一倒倒下来 蚯蚓就会把粪便 等有机物中的尿酸 甲烷 暗类等物质分解掉 最后变成 每克含有2000万 到2亿左右 微生物菌群的蚯蚓粪 这些生物菌群 维持了土壤的生态平衡 促进了作物对于养分的吸收 2018年 一吨蚯蚓粪的价格 约是1500元 蚯蚓粪一年就又能给 王伟他们 带来150万元的收入 目前牛粪也要掏钱买了 这对于养牛户来说 也是一个意外的收益 一吨牛粪30元 按照100吨牛粪 可以养出1.5吨蚯蚓 同时产生30吨蚓粪计算 3000元的牛粪 一下卖出了75000元 牛粪的价值提高了25倍 眼看蚯蚓和粪 搭配得非常完美 蚯蚓销纳牛粪 蚯蚓来养鸡 蚯蚓粪来种果树 一举多得 但是一进入到11月份 黑龙江的室外温度迅速下降 可真的是滴水成冰啊 我们在龙东时节 再次来到了王伟的养殖基地 要知道 蚯蚓到了5摄氏度 就要休眠 0摄氏度就死了 如果蚯蚓都冻死了 到了第二年开春 王伟他们就得再重新饮种 这40亩的养殖面积 光饮种费 至少得花上30万元呢 蚯蚓在这么冷的环境里 能活下来吗 虽然摸着有点冰冰凉 但是确实是活的 外面冰天雪地 里面的蚯蚓确实活下来了 而且活得很好 在这个如果极端的环境下 蚯蚓是不能生成 但是我们要给它创造条件 我们比如说建大棚 大棚上面盖棉被 然后这个棚里面供暖 再把二次保暖等等采取措施嘛 保持我们的隐床的温度在10度左右 也就是说让蚯蚓活下来 盖棉被 适当的生活加温 再给隐床覆盖上40到50厘米的接杆 就能够用较低的成本 让蚯蚓生活的环境温度 保持在10摄氏度左右 在东北成功过冬 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东北地区冬季冰雪覆盖 湿度较大 尽量少给隐床浇水 湿度保持在55%到60%就可以了 每年开春 再也不用重新饮种 大大减少了开枝 王伟他们这两年还拿蚯蚓 来喂更加值钱的宝贝呢 这宝贝就在水中 甲鱼特别喜欢吃到蚯蚓 因为蚯蚓它是活耳料 它都在里边 撑着头游来游去的话 甲鱼最爱吃就是活的东西 要想吃到蚯蚓 甲鱼必须要不断地游动 需要加快活动步伐 才能多吃 这在潜移默化中 增加了甲鱼的身体训练 这蚯蚓喂甲鱼 还有好处呢 除了蛋白质含量高 还含有抗菌钛 抗菌钛可是好东西 具有天然的抗菌作用 甲鱼生性好斗 甲鱼生性好斗 被咬伤了以后 如果治疗不及时 容易得腐烂病 导致大量死亡 现在有了蚯蚓体内丰富的抗菌态 甲鱼吞噬蚓以后 能够增强自身对于病菌的抵抗能力 被咬伤以后 大部分都能自己愈合 不会感染病菌了 时候不易患病 也大大提高了饲料的利用率 王伟他们发现 用活体蚯蚓喂甲鱼后 甲鱼的野性更足了 咬合力变得更强 咬住了木棍都不松口 引体向上 更是一口气好几个 行内人都知道 这甲鱼好不好 就看裙边厚不厚 背板亮不亮 您看这甲鱼 直爪很硬很黄 背板光滑的像涂了油 裙边非常厚实 这样的甲鱼生猛野性足 肉质更鲜更美味 卖价每斤能够多二三十元呢 一边每斤能多卖钱 另一边 蚯蚓还为养殖户省了钱呢 用活蚯蚓做饵料 至少能够减少饲料量 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 像王伟他们 每年四位一千只甲鱼的量 每年就能省下饲料钱 得有八万元呢 所以这活蚯蚓 可就又多了一个用武之地了 一框框蚓转上车 甲鱼们的饕铁大餐 即将奉上 不过用蚯蚓喂甲鱼 可跟喂鸡不一样 很有讲究 喂甲鱼钱 必须得给它们洗澡 不然损失就大了 在清水里放上十分钟 除了让蚯蚓表面干净 更是要让它们 把体内的脏东西 也吐个干净 必须做到 里里外外都干净才行 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甲鱼跟饥渴不一样 它的肠道很短 对于食物的适应能力较弱 如果不洗蚯蚓的话 它们身上的病菌 容易让甲鱼生病 早些年 养殖户直接把蚯蚓喂给甲鱼吃 就出现了大面积死亡的情况 把蚯蚓洗干净 投喂给甲鱼 甲鱼吃得可欢式了 但是新的麻烦也来了 由于是集中在一个地方喂蚯蚓 整个池子的甲鱼都赶过来 一场美食宴会就变成了甲鱼打群架 最后他们想出一个办法 广见投食台 投喂点多 抢食情况就少了 所有的甲鱼都能够吃饱吃好 蚯蚓能喂鸡 能量甲鱼 卖了鸡卖了甲鱼 王伟他们每年就能有一百多万元的收入 看到蚯蚓的价值 王伟他们就把蚯蚓基地 从十来亩的面积扩大到了四十亩 这一年下来 至少能够产出五十到六十吨的活蚯蚓 现在王伟已经把周边 几十公里内的养殖场的粪便 都收集起来 在解决养殖户后顾之忧的同时 开创了新的财富 小蚯蚓盘活出一条绿色循环产业链 王伟他们靠着蚯蚓 实现了从养殖到种植 再回到养殖的产业循环 在解决处勤粪便难题的同时 保护了环境 还实现了增收 小编提示您 蚯蚓依靠皮肤呼吸 它在酸化的土壤 重金属污染的土壤 以及盐碱地上 是不宜养殖的 好了 如果您想获得 今天节目的相关信息 您可以留意 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 感谢您关注 由正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